今天下午的政壇話題 年底九合一大選即將白熱化 明清13號更是正式要徵招衛福部長陳時中要參選台北市長 所以首都之戰藍綠白撒卡都 整個態勢其實每一天比一天更加的明朗化 根據媒體民調數字顯示 如果說陳時中跟國民黨參選蔣萬安 還有台北市的副市長黃閃閃 三方進行大PK的話 我們特別是把三方的支持度以及民調數字羅列在這邊 那事實上分別就是黃珊珊的25.9% 陳時中的29.9% 還有蔣萬安的35.2% 換言之目前蔣萬安其實是微服領先陳時中位置No.1 如果說我們領另外一份民調來看 看好度的方面 你看我們底下事實上揭露了ET Today民調員最新的這個數字 看好度來講的話37%的市民 都是看好蔣萬安當選台北市長 31%看好陳時中 黃珊珊的看好度落在21.5%位置第三 換言之現在藍色的這個柱狀圖代表的就是蔣萬安 綠色則是陳時中 這兩個人其實是五五波 還有我們講到現任市長柯文哲的民調數字又是如何呢 加二總起來的好感度是49.8% 也就是說目前台北市民對柯文哲的滿意度還算是滿意喔 那不滿意度是多少呢 不滿意度有將近五成 那現在看上去呢其實呢對他的好評跟富評比較的兩極化 其他我們講到這一份最新的民調 近75%的網友認為陳時中呢其實真的不用著急 不用急著辭去呢衛福部長指揮官這個職務 那有將近呢破二成五的民眾則是認為應該立刻請辭 陳時中不應該代職參選才對 然而我們講到呢根據呢下午掌握到一個最新消息 陳時中的競選團隊事實上在逐步的成型當中 他要加入哪一些人才呢 根據呢這立委無事也要披露呢 民想立委呢莊瑞雄還有林楚英即將會擔任呢競選發言人 所以呢他們將會呢組成最強的戰隊 要在台北這邊成功出擊 環部走進會場十四號行政院會後記者會 衛福部長陳時中難得獻聲 就是要宣布即將畢業 離開叫你一個指揮中心裡面 當然我仍然會掛心我也會關心 但是我充分的有信心 他們一定會把事情做好 今天是陳時中部長最後一次參加行政院的院會 現在他要為自己出生生長居住的台北市做出貢獻 我要特別祝福陳部長能夠很快贏得支持達到願望 行政院發言人羅秉承轉述蘇貞昌在院會中的推薦陳時中投身台北市長選戰 但接下來衛福部長與防疫指揮官的重責大任將由誰來接 卻仍沒有答案 對陳部長要再反進台北市是相當的不捨 在程序完成跟確定後 會馬上公布接任的相關職務的人選 還有交接的時間 這兩年的防疫表現你自己有打分數嗎 蓄勢待發正式進入選舉模式傳出城市中 甚至親自打電話邀請民進黨立委林楚瑩幫忙選舉 似乎想倚重他的媒體長才來擔任首席發言人 林楚瑩本人回應確實有接到電話 但還沒細談 不過絕對當仁不讓 全力以赴 隨著時間逼近陳時中的每個動作都備受矚目 記得綜合報導